畫面上這個生物非常的美 但是千萬不要碰 一碰你可能會暴斃 藍白相間的顏色在水面上漂浮 它是海闊魚的一種 因為外型相似新方神化海神 因此又被稱為海神闊魚 近期在基隆的漁港潮間帶現宗 但專家提醒千萬碰不得 這隻海闊魚只要不小心接觸人類皮膚 會造成神經麻病嚴重可能致命 但過去通常出現在溫熱海域 這個月20號基隆潮間帶一口氣出現7隻 讓專家坦炎並不尋常 而近期台灣沿海出現的罕見物種還有它 全身被藻類覆蓋這隻武裝霜極械 在墨西哥你家拉瓜都有它的蹤影 近期卻大量出現在高雄西子灣 礙於研究文獻有限有沒有毒性 專家不敢下定論 也先呼籲民眾別冒險嘗試 講到螃蟹這隻就得提防再提防 觸摸在澎湖的繡花疾熟弱蟹 被封為世界嘴毒螃蟹 體內毒素能毒死500位成人 即使主熟依舊有毒性 有少數人可能會有一些鵝心猛毒 會死亡大概就會無需摔取 實際拿來跟民眾愛吃的花蟹比一比 繡花疾熟弱蟹全身鮮紅色 身上帶有點點斑紋 霧裝霜極蟹最明顯的是紅紫色的 巨大蟹鰹 至於餐桌上常見的花蟹 外殼是橘紅咖啡和白色三色相間 竟然外觀有差異 但一個不小心還是可能誤認 毒科醫師提醒 陌生螃蟹還是千萬別貿然吃下肚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臉書文綜合